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2048这个项目里边的第二节内容 那么这一节呢讲到的是如何创建一个游戏的主界面 上了之后是吧 有一个主的主方面 画面上边呢可能有这个 开始游戏 四乘四这个一个矩阵 我们没有那个欢迎界面啊 就是一上来就是 开始游戏了 没有没有之前的一个像有一个菜单跳过去 是吧 这个没有啊 这个因为比较简单 是吧 第一个呢要设置游戏的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呢是一个背景图层 颜色图层 Layer Color 那么另外呢就要创建这个积分标签 左边呢是一个 淡黄色的这样一个背景图 那么右边呢有一个积分标签 我们再来看看 第一个是我们要创建一个 Layer Color 就是图层 颜色图层啊 这个颜色呢 有这么四个颜色 这个180 170 160 三个颜色合并起来啊 那么这个是 后边这个透明度啊 是0到255这样一个透明度 Alpha 创建好了之后呢 直接添加 我们就来看看啊 打开我们这个项目 2048Demo 刚才我们创建好这个 打开我们这个项目 首先呢上了之后 刚才我们说这个啊 我们就不要它了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然后创建一个 要Background 是吧 这个用的是Layer Color 里边有Create的方法创建 呃 什么颜色呢 这个就是Color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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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 B 然后这里边是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应该是这样的 ColorFore B里边有四个参数 对吧 嗯 直接就是一个 Color Fore B 那么这样 呃 这里边有四个参数 这个180 170 这个都调好了 这个是16025 是吧 16025 那么就是浅黄色的 这一个背景 背景颜色 然后Z4 按了Cell 添加这个Background 这样呢 我们一个背景图层就加好了 我们来看看啊 嗯 好 来看我们的模拟器 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那么有 是淡黄色吗 好像也不太像是吧 反正就大概这样一个颜色 就算淡黄色 嗯 就算吧 是吧 嗯 那么加上这个背景图层了之后 接下来右边这个地方 有一个积分标签 有一个score 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做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Label标签啊 比较简单 看Number Title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积分标签 这个是 PTF啊 这是还是以前那个单本啊 创建 然后这个是文字字体字号 对吧 设置它的位置 宽度的一半加上340 高度的一半加130 然后停加这个Title 另外还有一个是Core number 上边就是一个积分啊 这是固定的 这个是积分 下边这个呢 就显示多少多少多少 就是Core number的一个 这个Title嘛 Title什么意思 标题 说对了 Title是标题 上面是积分 那么一般我们都是 这个积分怎么做的 左右结构 左边积分冒号 后边是多少 是吧 嗯 它这个就写开了 上边是一个标题积分 那么下边呢 是积分多少 因为地方比较大 是吧 嗯 这个游戏里边 没什么画面啊 就是两个 下边这个呢 还是设置它的位置啊 Setupration 这个就比较简单 我们就去看看 怎么做啊 打开我们这个 首先我们声明一个 这个 两个这个 Label 标签 嗯 OK Auto了 叫 Label 叫Ttf 我们就保持 跟那个名字是一致的 那么 第一个叫Core number的Title 第二个叫Core number的 这个 Ttf 是吧 嗯 嗯 Core number的Title 一个是Core number的Ttf 好 这两个 可能现在我们不用这两个 就说这个 那么下边就是我们来创建这两个 Core number title就是Label Ttf Coreade创建 这个是显示的内容 字体 后边是字号 好像这个挺大的 其实 这个就是Score 对吧 这个有一个字体啊 这系统 存在的一个字体名称 系统字体叫 Consolas 好像是 Consolas Consolas怎么写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Core numberTitle Core number 这个是什么位置 这个座标 比如说100 在座标是200 这个根据具体的位置 我们要去调整 然后 this 把它加进来 按照的就是Core的 Core numberTitle 这个都不要了 Z座标和这个 索引都不要了 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叫Core number的ptf 这个也是一样的 无非这个就是 一上的 它是0 是吧 这个字体都是一样的 那么下边我们就去看看 它这个 位置啊 位置是计算出来的 我们就直接给它就完事了 一个点 这个其实 旧版本叫point 新版本我们都叫这个webter 这是宽度的一半加上x座标 宽度的一半就是靠右边一点 是吧 那外座标呢就是高度的一半 加上130靠下一点 那么那个另外一个 其实跟它是 随值方向是对齐的 比如说你这个加了 外头加了130 我要加这个变成330 它就往下一点 或者变成 我看看 这个应该在它的下边 应该比它小 比如说30 外座标嘛 是吧 向上是正方向 OK 接着添加这个ttf 我们来看看 我们接下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这个地方有一个score积分 是吧 下面有一个积分多少 是吧 左侧呢 可能还有一个4乘4乘一个矩阵 我们下一节课再给大家讲 怎么样来实现 那么这节课内容相对也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设置了一个背景图层 是吧 第二个设置一个积分标签 那么有关这节内容呢 我们对现在讲这么多 好吧 好 8个设置 8个人 126,8% 154,8% 146,3004,8% 156,1005,0% 156,1005,0% 156,5006,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